糯米团子与年糕 是日本新年必备美食 但它同时也是日本最致命的食物之一 今年新年也不例外 日本传统的新年必备的糯米团 仍然必不可少同样的 因为糯米团子造成的悲剧 仍然在发生近日 东京一名八十多岁的老人 在新年食用糯米团后 突然身体不适 这已经是今年因为食用糯米团 被业就医的第十一个人了 这名老人最终不致去世 据今日日软一月一日报道 在这十一人中 有七人年龄超过六十岁 另据东京记者报报道 截至周三已有五人情况 严重东京消防部门估计 近年来 因食用糯米团而入院的 所有人中有百分之九十年龄 在六十五岁以上 然而也有能够及时挽救自己亲人生命的案例 2001年一位女士用吸尘器 将她父亲喉咙中卡住的糯米团吸了出来 因此 救了她父亲一命 尽管食用糯米团有一定的危险性 但她仍在日本美食文化中 占据重要地位 据SORANEWS24网站报道 年糕及糯米团子 是日本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有着长寿的象征意义 糯米团虽然美味 但是它的质地十分的粘稠 对于儿童和老年人来说 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对于儿童和老年人来说